让你觉得心烦意乱的事情 可能不是一天造成的 所以你也不要记期望 一次就能全部解决 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订阅按赞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欢迎来到奥修产卡解读时间 我们这一次解读的主题呢是 下个月的贵人在哪里呢 我要多多接近谁呢 请大家再一次跟着我 深呼吸一次 非常的好 我们这边有四个选项 一 二 三 四 把你的专注力放在自己的心脏周围 然后跟着你的知觉 选一张牌 选好了吗 我们开始解答咯 第一张牌 开花 选到这张牌的你呢 你自己就是自己的贵人哦 生活呢不一定要多么的奢华 但是你还蛮享受的 不一定要多放闪 如果你现在内心很满足 那么一切都很适合你自己哦 保持知足常乐的样子 越喜欢自己 越享受生活 你就会越好运 恭喜你了 选到第二张牌的朋友 这张牌叫做罪恶感 千万不要被这个牌翼所误会了 其实贵人呢就在你的身边 不要听从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情绪只是一闪而逝而已 你自己一个人应付不来 有些事情还蛮正常的啊 或者也不要怀疑东怀疑西的 你身边常常接触的人 就是你的贵人 他们的建议你要多听听看哦 我们来看第三张牌 这张牌叫做宁静 让你觉得心烦意乱的事情 可能不是一天造成的 所以你也不要记期望 一次就能全部解决 如果你能给自己一点耐心 或者说多接近 可以让你内心平静自在的人 你就会感觉好很多哦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赶快去多靠近他吧 我们来看第四张牌 这张牌叫做改变 最近你经历的事情还蛮多的哦 说老实话 你心里面不疲累 一定是骗人的 所以心情无意识的 跟着环境起起伏伏 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 我可以理解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个性 稍微开朗积极的人 或者说他根本知道 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那么你就多跟他们在一起吧 跟着他们 你的心会不知不觉的 开朗起来哦 其实我们的贵人呢 就是在自己的身边的 只是说你当下需要什么 如果那个人给了你 当下需要的帮助 他就是你的贵人了 所以不管是关于 情绪的方面 资源的方面 或者说帮助你去 开启什么可能性 或者他给了你 乐观积极的心情 只要是当下适合你的 那么就是对你有帮助的哦 所以所谓的贵人 就是你需要什么 赶快去找那个助力帮助自己吧 也许贵人就是自己 也许贵人就在你的身边 只是你没有发现哦 如果平常我们就可以 互相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资源 互相帮助 互相分享的话 我相信你需要的时候 旁边的人不等你开口 他就会自动来 跟你分享他所拥有的一切了 所以不管是这个月 还是下个月 请你给自己最美好的祝福吧 祝福自己 祝福身边的人 我们一起加油哦 下次主题再见 拜拜